其实在天生我有才的才艺展示环节 俊杰要带来的这项展示 确实有过人之处 但是这个器皿 其实和他的工作离得特别近 看到了吗 就在他的手中 大盆 你让我 滴一下 够重的 够沉的 来 交给你 接下来舞台和道具都交给你 俊杰为大家带来你的才艺展示 能把他扔起来再接住吗 可以 你砸着头 好 不错 这个够大了 好 就能把羊绒装进去 对 差不多 然后炖羊绒 这个 这个还是有点小 因为我还是还有很大的 因为带不过来 找这个 我还是有点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是有点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是有点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下腰啊 哇 这要起来吗 太酷了 你是厨师中最好的杂技 可爱 刚才我观察到的 你用的是中指对吗 对 因为最有力量的是拇指 因为为什么不这样呢 又用中指 这一直是苦练思念 一直在那里弄20斤的东西 你转过最大的盆 这多大 最大的是100公分的 一米的 一米的大 然后就是我在讲讲 我后边的历史了 就开始 2015年在 就是在地儿里 然后上班 平时休息的时候 骑着自行车 骑着自行车 然后去了西湖断桥 边骑自行车边转脸盆 在断桥 无意之间 就是表演 被杭州的媒体 各大电视台 各大网站 封了一个脸盆盖 我有一点印象 看到过那个照片 骑自行车 是吧 你为什么要练这个呢 这个咱们跟咱做菜有关系吗 就是做菜 业余时间去研究练 好玩呗 就是自己的一个小绝活 小刘 我总的感觉 好像你炒菜这个事没怎么出名 这是玩那个出了名了 是这样吗 对 然后就是